哈喽大家好 我是贱人说人话的贱人哥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在大脑外思考 看到这本书的书名之后 大家会不会产生一个好奇 就是我们真的有可能 在大脑外思考吗 尤其我们过去的所学都说 大脑是思考唯一发生的地点 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所有的认知都发生在里面 大脑就像是电脑的中央处理器 被封闭在电脑机壳里 2002年心理学教授卡罗·杜维克 也是上校书《心态制胜》的作者 为了要研究我们对大脑的概念 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 于是把一篇新闻报道 新研究证实大脑与肌肉 皆可锻炼的文章 发给纽约某公立学校 一间教室里的青年级生 让他们朗读这篇内容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 很多人认为一个人聪明 普通或是愚蠢 都是天神的 而且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但新的研究发现 大脑其实比较像肌肉 使用后就会变得更强壮 大家都知道 刚开始举重的人 无法举起10公斤的杠铃 但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他就能够举起50公斤 这是因为运动能够让肌肉 变得更强壮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学习新东西 或是不断练习的时候 大脑的某些部分也会改变 很像运动过后的肌肉 这就是杜维克后来所称的成长心态 他认为连接起来的心智活动 能够让我们更聪明 就好像是运动 可以让我们更强壮一样 其实不管是大脑就像电脑 还是大脑就像是肌肉 这种比喻 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 就是大脑是封闭在 投入内部独立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有稳定的特质 能够决定人类的思考能力 但思考真的只能发生在大脑里面吗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1997年 华盛顿大学哲学教授 安迪克拉克 把他的笔记型电脑 遗忘在火车上 他说失去笔记型电脑的他 就像是突然遇到 恶性的脑损伤一样 是个沉重的打击 一时之间 他茫然不知所措 全身无力 仿佛是轻度中风 这个经验虽然惨痛 但也滋养了他 早已思考一段时间的概念 他发现他的笔电 已经成为他心智的一部分 是他思考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他的心智容量 因为使用笔电而扩大 也因此他有超水准的思考表现 而不用笔电的时候 他的思考效率就会非常的低 安迪克拉克把这种情况 命名为扩展的心智 在他的论文 扩展的心智开头 就提出了一个发人省思的问题 心智的终点 与世上其他事物的起点 究竟在哪里 克拉克认为 心智的终点 并不是皮肤与头颅组成的边界 应该要把心智看成是一种 扩大的系统 是生物有机体 与外部资源的结合 扩展的心智刚推出的时候 学术界普遍的反应是困惑 甚至大肆嘲弄 可是后来越来越多人发现 确实有它的道理 甚至认为安迪克拉克有先见之名 直至今日 扩展的心智一词 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它涵盖了许多层面 包含我们的身体 我们学习与工作的环境 还有我们与其他人的互动 都能扩展我们的思想 这本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 将扩展的心智变成可操作性 而且是实用的学问 为了要让大家更理解 什么是扩展的心智 作者用喜鹊的故事来比喻 2019年4月18日早上 南韩最大城市首尔 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事件 后来他们发现 停电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喜鹊造成的 黑白香切的喜鹊 喜欢在电线杆与树垫塔上面煮草 他们会用树枝绳子 或是牙线钓鱼线 塑胶碎片 筷子汤匙吸管鞋带等等 当煮草的材料 但由于首尔的树木非常的稀少 所以喜鹊只能就地取材 拿市区常见的金属晒衣架 电视天线 还有钢丝来煮草 而这些材料都会导电 喜鹊在树垫塔上面 煮起了槽 这些材质干扰了电流 严重时就造成了停电 作者说 喜鹊是韩国电力公司的困扰 但喜鹊的活动 却很像人类大脑的运作 我们的大脑就像是喜鹊一样 会用周边材料来制作成品 将到处收集来的资料 编织成一条条的思路 这些材料有我们的身体 自然环境或是人造环境 还有专家同学和同事的想法 这些东西集结交流起来 就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影响 所以作者说 思想不只会发生在头颅里 也会发生在头颅以外的世界 思想是一种用大脑和大脑以外的资源 不断地组合与重新组合的行为 我们拿来使用的材料 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品质 最终影响我们的思考结果 若是我们可以掌握和懂得使用 神经外的资源 将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 接下来我们以感觉思考为例 来进一步解释 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 约翰·科茨 在高盛和美林担任金融交易员的那些年 他说他竭尽所能 运用他在学校所学的知识 参考很多的经济报告 还有统计数字 他觉得他的交易非常机名 逻辑无懈可及 可是大部分时候还是赔了钱 但他有时也会碰到 连他自己都不太理解的情况 就是他要做决策的时候 意识会出现一个光点 甚至他的注意力会被拉扯一下 就是那种灵光乍现的感觉 有一种会成功的直觉 他说他只要按照心理的直觉形式 通常就能够获利 他暗自归纳出一个反传统的结论 要仔细倾听 身体给出的反应 才能有好的判断 而这种判断通常会让他赚钱 他说在华尔街里头 你会看到很多 顶着高学历 高智商的交易员 把经济趋势分析得头头是道 可是却完全赚不了钱 反而有一些交易员名不见经赚 也不懂得最新的分析工具 可是他们却能够 像印钞机一样 不断地赚钱 约翰科茨对这种情况 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他离开了华尔街 转而向科学研究 寻求这些答案 最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这些教育员之所以会判断力较佳 在市场上获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因为他们的身体 会发出对金融知识的直觉讯号 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倾听 与解读这些讯号 他把这些人称为 对内感受讯号较为敏感的人 他也在他的著作 犬狼之间的时刻 分享了他的思考与研究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什么是内感受呢 简单来说 内感受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状态的意识 我们的身体有从外面世界 吸收资讯的感应器 比如说视网膜 味蕾 锈球等等 而我们的体内也有感应器 不断地将体内的资讯 传送给大脑 这些感应器可能在我们的骨骼 肌肉 甚至是内脏里 当这些体内讯号被传送到大脑 与其他来源的资讯做结合时 就会变成是我们当下的感觉 这些感觉我们称它为内感受 这个当下的感觉会帮助我们决定 该采取哪些行动 对我们比较有利 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些身体的讯号 只是有些人会比较敏锐 美国心理学先驱 威廉詹姆士 在一百多年前 就参透了这个道理 他说如果你在森林里 撞到了一只熊 你的心脏会疯狂跳动 手心会出汗 甚至双腿会狂奔 也许你会认为 是你的大脑产生了恐惧 才命令你的心脏疯狂跳动 手心拼命出汗 双腿狂奔起来 但詹姆士说 其实应该倒过来才对 我们之所以感到害怕 是因为我们的心跳加快 是因为我们的手心出汗 是因为我们的双腿 不由自主地 推动我们逃离现场 我们的大脑才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感到害怕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培养 内感受的能力 察觉自己身体给出的反应 然后利用这些反应做决策 这将会大大提升 我们的思考能力 那我们可以怎么训练 我们察觉内感受的能力呢 我们可以使用 麻州大学医学院荣誉教授 也是正念先驱 乔卡巴金的全身扫描 全身扫描可以帮助大家 把有意识的大脑 跟身体的感觉做连结 定期全身扫描 我们就能感受到 自己比较少注意到的身体反应 所谓的全身扫描 是我们要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坐下来或是躺下来 然后闭上眼睛 先花点时间感受身体的全部 也感受每次吸气 吐气的时候 腹部的起伏 接下来开始扫描身体 从左脚脚趾开始 把注意力放在左脚脚趾上 想象你能够把呼吸 放在脚趾上 感觉你的脚趾 也在吸气和吐气 呼吸几次之后 我们再把注意力 转移到脚底 脚跟和脚踝 一路延伸到左臀 好了之后 再换到右腿 将刚才的过程 重复一遍 之后一路往上 经过躯干 腹部 胸部 背部 双肩 再沿着每只手臂 到手肘 手腕和手掌 最后再把你的焦点 移到颈部和脸部 卡巴金建议大家 每天至少要做一次 全身扫描 全身扫描 可以帮助我们 感受身体内部 浮现出来的所有感觉 而且也可以训练我们 以平静的态度 来关注这些感觉 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开始记录 这些内在的感觉 与我们遇到事件的关联性 比如当我们要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 肚子会抽动 我们就要记录肚子抽动 和接下来的结果 或是当我们要选择一个选项时 心跳会突然加快 我们就要记录心跳加快 和最终得到的结果 尽可能地把这些讯息具体化 先简述我们面临的决策 然后详实记录 我们的内在感受 最后当我们做出决策时 身体最终给出的反应 之后你知道了决策结果 再回头比对看看 身体感受与结果的关系 长久下来 你就会发现 你的身体会有一些 固定的反应模式 当你知道你身体 有一些固定的反应模式后 以后你要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参考这些感受 带给你的利弊得失 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策 比如当你要做投资决策时 身体给出的反应是胸闷 然后你去查过去的记录 发现胸闷之后的决定 通常都是以赔钱收场 此时你就要特别小心谨慎 免得重蹈覆辙 或是当你想要买一个 昂贵的东西时 身体给出的反应是 背部稍微抽筒 然后你去查记录 发现背部抽筒之后的决定 通常都是买了无用 或是被家人骂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 就要考虑再三 这就是以感觉思考 是在大脑外思考 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 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出 一个人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只要看到一个人 面向桌上的墨水坐着 饿着肚子 买手在纸张之中 我们就会马上知道 这人写的书不值得一看 因为饿扁的肚子 就是明显的线索 不会错的 当然尼采这种说法 是以偏概全 但也透露出一个讯息 作者写的书 不全然是 作者脑袋想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书当成是 作者身体的一种表述 一种延伸 在很多的书中 读者都能感受到 作者的身体 是弯腰驼背 还是抬头挺胸的 这本在大脑外思考 就是要我们巧妙地运用 我们头脑以外的实体 包含有我们的身体感觉与动作 我们接触的实体空间 以及我们身边人事物的智慧 善用这些大脑以外的资源 我们就会更灵活 更深入 更有想象力 使我们的思考能力 跟广大的世界一样辽阔 祝福大家都能打破大脑的局限 体会扩展的心智 在大脑外思考 彻底改善我们的思考方式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请大家帮我把影片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贱人哥 我们下次见